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好用的视频剪辑工具 我之前做视频是用简易做的 但是后来简易收费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收费之后有很多功能不能用了 那么这个工具也是后来发现的 这个工具虽然说也有收费内容 但是它最基础的剪辑功能 还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只要大家要求不太高的话 那么是完全可以替代简易的 这个工具现在正在搞活动 有个20%折扣 三种收费方式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最主要的是30天免费 就是假如你不满意的话 那你也可以退款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主要来说一下它这个AI方面的功能 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看一下这个移出背景吧 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 咱们这个大部分移出背景工具呢 都是针对图片的 它这个呢是针对视频的 这个确实是 其实不多见 大概这个视频的背景去掉了 那么这个视频背景啊 它现在去出来是比较干净的 跑一下 好 大家看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背景模糊 这边有个进度条 可以拖一下模糊程度会加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翻译 这个功能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对这个视频的字幕呢直接进行一个翻译 这个非常有用 然后我们用这个 我也相信你会谨慎地使用自己强大的力量 然后呢这边有个自动检测 这个不用管翻译语言 因为它是中文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 这个英文还是比较常见的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选择这个字幕的样式 这个呢我们先不管 开始识别 它会把这个字幕呢自动转化成英文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大家看这是它翻译之后的字幕 我把它拖一拖 填一下 我也相信你会谨慎地使用自己强大的力量 这个翻译应该是没问题的 假如你对字幕的这个样式不满意的话 那么这边你可以自己去选 它这个非常有用的多 那么这个是字幕的翻译 大家看很多的功能都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 它这个其实所有的压根都是配合这个视频简介来使用的 放在它 接到下看 它这个功能非常多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智能抠图 这个我们刚才抠图是视频嘛 现在它可以抠图片 大家看这个图片其实比较模糊 抠完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图片增强 再对图片进行高清处理 大家看现在效果不一样了 如果把这个关掉的话 那么这个图片是比较模糊的 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这个图片的一个扣图 以及图片的增强 看一下还有什么功能 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 文字转移 文字转移也比较常见 咱们来看一下 它是个单独的功能 那么我们来找一段文字 然后这边有这个语音 大家随便选一种就可以了 然后点深层 好 播放一下 声音还挺好 当然它那边还有一个我的声音 这个呢是可以克隆自己的声音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克隆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使用麦克风来录制 另外呢是可以导入现有的音频文件 我们来导入一个 它必须超过10秒 我们画一个 然后听一下这个效果 这是你的专属克隆音色 希望你能够喜欢 声音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原来的声音是 给大家听一下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好 这个声音是这个调调 我们再来听一下 这是你的专属克隆音色 好 没问题 跟我们刚才的声音的那个音调 那个说话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好 保存一下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声音 然后来进行一个克隆 点一下 它这个声音扣软确实更方便一些 我们就听到这 这个声音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这个下面 这些功能 我们再看还有没有需要 值得给大家说一下的 是不是人 那么这个功能呢 确实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比较常用到 这个是我之前上传的一张图片 我们就拿这个来做演示 然后呢我们来选一段文字 这个咱们就直接让它写吧 写一个通用 风景 然后我们让它随便写一段话 它出来了 它给我们一段话 点这个确认 那么这个画呢太长了 那么这个画呢太长了 节段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点这个生成 选择音色的 音色呢同样 这个咱们刚才克隆过的这个音色 我们还用这个点生成 好 稍等一下 好 这边结果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容易被繁忙的工作 和琐碎的事物所困 自然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一起无限的美丽吸引着我们 效果还不错啊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别的 比如说这个让照片说话 视频口径同步 那么这些功能呢 就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下来尝试一下啊 大家拜拜 拜拜